千年难题与智慧美貌并存的科研女神 破译抑郁症的密码终于是指日可待了 所以我们也很关心在一种竞争范式当中获得的胜利者效应 是否能够迁移到其他的范式 哎哎停停停我这不是让你给我来科普来了 我是一个字也没听懂 马编书是一样这里不一样大家好 这个呢是2021年在浙江温州举行的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的现场 那刚才咱们说的那些科学名词咱可以不懂 但一定要认识这个猪江人胡海岚 人称是脑科学界的雅典娜 那为什么要知道他呢 因为就在前几天他被评为是2022年世界杰出女科学家 这奖可不简单 他被称为是女性诺贝尔奖 全球每年只给五个人 而胡海岚是全球最年轻的获奖人之一 他还有各种投降 什么浙江大学教授啊 浙江大学脑科学院院长 但我认为最牛的就是 他揭开了这个抑郁症的密码 给全球的3.5亿患者带来的希望 胡海岚1973年出生在杭州 属牛我的同龄人 那这是人如其名啊 你看一汪必蓝 蓝气阴蕴 典型的江南女子 人长得美丽 他成绩也很漂亮 那高中是在全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中 就斩获了一等奖 而当其他同学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备展高考的时候 人家却不跟别人争 从独木桥直接飞了过去 飞哪儿了 直接保送了北京大学生物系 那当然是那个年头了 1996年那时候 有人就问他说 那为什么你要上这么一个冷门专业呢 人家怎么回答 我以后要么研究细胞搞科研 要么进建物厂造酱油 你这不还缺个打酱油的 所以你看他的回答是 是相当的霸气和坚决 他这一路简直说是别人家的孩子 北大毕业 前往美国获得神经生物学博士 并且在著名的冷泉岗实验室 和中国科学院工作 2015年加入浙江大学脑科学学院 那在这期间呢 他就开始接触到了很多 抑郁症相关的课题 如果说这个脑神经的奥秘 是未解之谜 那这个抑郁症 就是未解之谜的千年难题 早在古外记住 人们就认为说 这个抑郁症啊 是因为你破产了 总之你就是穷了 或者你身份地位它下降了 导致的外界因素 你看亚勒斯多德 他就据现代人分学 他也有抑郁症 他甚至还说过说 所有的杰出的哲学家 诗人包括艺术家 即使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他也不例外 那都是抑郁的常客 你再看英国前首相 那个丘吉尔 他也说过 心中的抑郁就像是黑狗 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 这丘吉尔抑郁症 大家是都是这个广为人知的啊 你看电影时刻 天天早起来喝点酒 靠酒精来压制下来 情绪 这是典型的抑郁症 那个症状啊 所以说呢 你看即使功成名就的人 他也幸免不了 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啊 全球抑郁症患者3.5亿 中国的患者的2020年数据 已经超过9500万了 那他听起来 确实只像是一个什么 好像一个心理方面级别 但其实呢 在他的背后 生物机制 也是元凶之一 你看 咱平时比如吃个甜的 吃个好吃的 他很爽很高兴 那是因为 在咱们大脑中 他有个奖赏中心 这个奖赏中心 它是产生了多巴胺 尤其是在跑步运动时候 分泌的多巴胺很多啊 甚至说跑步圈里有个说法说 跑步时分泌的多巴胺 他仅次于谈恋爱 但问题是跑步中分泌的多巴胺 他不如做爱的 分泌的多呀 哎 胡海岚就发现 其实呢 人的脑子当中啊 除了有个奖赏中心 他还有个 意志这个奖赏中心 这么一个 叫什么 反奖赏中心 什么意思 你要奖赏给他 我就不奖赏给他 我就给你摁住 就这么一个 反奖赏中心 有时候这个区域 如果产生异常了 进入了特别高度放电状态 这时候的快乐源泉都被摁住了 那人家又不爽了 人就郁闷了 人就抑郁了 胡海岚最初啊 是拿着小老鼠做视野 你就看那个正常小老鼠 他都知道 喝着糖水比喝白水好喝是吧 但如果你人为的 故意的 有意的 在正常的老鼠大岛中 就在他那个 反奖赏中心 你给他放电 放电 坏了 这老鼠一想 唉 这这常水和白水有什么区别 不都一样吗 常年都一样吗 得 把老鼠给弄抑郁了 弄抑郁了 在这个基础上 胡海岚还发现一种叫什么 绿安酮的化合物 他可以以毒 攻毒 就有效的阻断 反奖赏中心 放电 就让这反奖赏中心 他不发挥功能 然后就是 你比方奖赏中心是吧 然后他反奖赏 然后你再把这反奖赏 再给去除掉 他不就奖赏了吧 啊 就这么意思啊 如今啊 胡海岚正在对 和其他的实验室合作 对着绿安酮进行改造 保留他的抗抑郁的作用 去除他成癌性 那和其他的副作用 您别看我现在 巴拉巴一通说啊 感觉的是一些 顺理成章特别轻松 特别自如 但其实 胡海岚每天 70%以上的时间 都在面对实验的失败 正像他自己说的 韧性的锻炼 也是科学家的基本功 那在这个温州的 世界清科会上 胡海岚是神情严肃的 讲自己的科研项目 但他最常见的样子 还穿着白大褂 在这张大学实验室里边 和学生们一起做那个 实验书剧 或者带着他的英我 坐在西湖边的书吧 默默地看着文章 温柔而坚定地 向抑郁发起进军 话说啊 马某人本人啊 也抑郁 最近我也准备去趟杭州 到西湖边溜达溜达 如果能偶遇美丽的 胡教授 也帮我瞧瞧我的那个 反什么什么奖赏中心吧